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把蓝色眼线胶放在睫毛跟睫毛的中间 好 我们在睫毛跟睫毛的中间呢 我们用点压的方式 因为它是圆的喔 所以呢 我们不是要刻意画出线条的感觉 所以呢 可以在睫毛跟睫毛中间把它点压上去就好了 想要有知性跟专业的感觉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蓝色的眼线胶加强在内眼线的地方 就可以画出知性以及专业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